小姨 这么多人呢 哎 大姨 你也在呀 娜娜来了 怎么了 有事说吧 小姨 我考上演了 就是 学费还差五万 你看 考上演了 真是好事呀 来 小姨这里正好有五万 来 赶紧 谢谢小姨 那我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妹 你二姐都走了这么多年了 她已经跟我们没啥关系了 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帮她呀 我们都是一家人 就不要说两家话 小姨 我大学毕业了 我不想上班 我想自己创业 你给我借点钱 想创业 那肯定是好事呀 来 小姨这里正好有五万块钱 你拿去 五万哪够呀 姨夫这卡里边有三十万 都拿去 好好干啊 别让姨姨夫失望 要是不够的话 给姨姨夫打电话 谢谢小姨 谢谢小姨夫 我这钱一定会还给你们的 我也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那我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华 你还真相信她的鬼话呀 你现在把钱都借给她了 以后你出现问题了 帮你的还不是我吗 真是里外部分 大姐 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我们都是一家人 该帮呀 还得帮 行行行 小妹 你的事我也管不了 对了 小妹 上次我跟你说地皮的事 姐还差一百万 你看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来 我这张卡里有五十万 剩下的五十万 明天转给你 谢谢小妹 明天呀 一定要记得转给我 以后呀 有什么事情 你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我一定第一时间到 小妹 卫副 那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老婆 你看咱这新公司马上就要开业了 你打算交给谁打理 我看要不就交给大姐来管理吧 我觉得外甥女不错 要不交给她试试 嗯 要不我们测试他们一下 看看哪个更有能力 嗯 这帮不行 那我先给他们打个电话 喂 大姐 我这里有点事情 你来我这一趟 小姨 姨父 你们这么着急叫我过来 是有什么急事吗 就是 怎么把她也叫过来了 嗯 是这样啊 我最近刚投资了一个项目 资金比较短缺 所以我想管你们两个借点钱 看看你们能不能帮我度过一下难关 什么 你找我借钱呢 你也知道 小妹 我把钱全投资在地皮上面了 我也很想帮你 可是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诶 娜娜 你怎么不走啊 小姨 姨父 你们也知道 我这刚创业 手头上也没什么钱 这样吧 我这张卡里有五十万 你们先拿去硬硬集 娜娜 这张卡你还是拿回去了 啊 为什么呀 小姨 姨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娜娜 其实小姨我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只不过是 刚开了一家新公司 不知道叫个谁来打理 所以啊 我跟你姨父我俩 做了一个小小的测试 最后结果呀 你并没有让我们失望 来 以后这家新公司 就交给你来打理了 啊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谢谢小姨 谢谢小姨父 娜娜 你以后就是 我跟你小姨的亲闺女了 你知道了吗 非常好 嗯 下次见